一花一世界,一夜一如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多少人到了六十岁,就说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可是有的老人家,七十岁还精神很好,能吃能跳,甚至还有百岁老人,自己下地干活,洗衣做饭呢,所以,一个人老没老,不看年龄,关键是看有没有这六个表现,年龄大的注意了。 人没老的表现有哪些,有的人七十五岁,剑步如飞,有的人六十岁,虚弱如雨中芙蓉,细细观察,身体素质强壮的老年人,都有以下这些表现,一,饮食状况,有的老年人在七十五岁的时候,还能面对一大桌子饭菜,大块朵頤,吃妈妈香,其他人看到它,吃得这么香, 即便面前并没有饭菜,也会勾起食欲,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老年人,在六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食欲不振的情况, 他们可能只能勉强寄一些汤水,身体看起来瘦弱而虚弱,仿佛一阵大风就能将它们吹倒,这样的状态,不仅让他们的家人担忧,也让他们自己感到无力和沮丧,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差异呢,有研究显示,在影响老年人饮食自我效能的因素中,营养知识与营养态度,具于其他影响因素之先,这意味着,老年人对营养知识的了解程度,以及他们对饮食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饮食状况和身体健康,老话说得好,能吃吃福, 对于老年人来说,拥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和足够的营养摄入,是保持身体健康,延缓衰老的关键,因此,老年人应该积极学习老年饮食养生的知识,了解自己的身体需求,合理搭配饮食,确保摄入足够的营养。 同时,他们也应该抱着为身体补充能量的态度,对待饮食,享受美食带来的愉悦和满足,能吃的老年人,往往看起来更加精神饱满,活力四溢。 他们不仅拥有健康的体魄,更拥有积极的心态和乐观的生活态度,因此,让我们一起努力,为老年人的饮食健康加油助力,让他们能够享受美食,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晚年。 二,运动能力,阿诺德·施瓦辛格,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陌生。 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电影明星,更是一位令人敬佩的健身健将和成功的商人。 施瓦辛格的一生,是对运动使人长寿。 这一理念的最佳诠释,施瓦辛格从年轻时,就对健身充满了热情。 他坚持每天锻炼,无论是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还是在户外进行长跑和游泳,他都乐此不疲,他的努力没有白费。 他成为了世界顶级的健美运动员,并多次获得奥林匹亚先生大赛的冠军。 然而,施瓦辛格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而放弃运动。 相反,他更加珍惜每一次锻炼的机会。 他深知,运动不仅能够保持身材,更能够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延缓衰老的过程。 因此,即使在年过七旬的今天,施瓦辛格依然保持着良好的运动习惯。 施瓦辛格的运动习惯不仅仅局限于健身房,他还喜欢参加各种户外运动,如徒步、骑行和滑雪等。 这些活动不仅让他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也让他的身体得到了更全面的锻炼。 他的活力和精神状态,让人完全看不出他已经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到了春季,春花盛开,生机勃勃,往公园里去瞧瞧,都是身体康健的老年人,正在锻炼身体。 上千一问,人家都七十五了,看起来跟六十岁一样。 如果到了七十岁,走路不需要人搀扶,能爬上爬下,能干家务活,甚至能长时间单脚站立,就足以体现运动能力强。 这些运动能力强的老年人比跑几步就喘,瘫痪在床沾染了病气的老年人相比更年轻。 三,睡眠状态,一般来说,老年人每天的睡眠时间在六到八小时之间相对健康。 除了睡眠时长,睡眠质量也非常重要。 以李奶奶为例,她今年已经七十有五,但每天都保持着规律的作息。 她每晚大约十点钟上床,早晨六点左右醒来,确保自己每天都有大约八小时的睡眠时间,不仅如此。 李奶奶的睡眠质量也相当高,她很少出现早醒或频繁做梦的情况。 通常是一觉睡到大天亮,中间几乎不会被任何轻微的响动所打扰,这种高质量的睡眠。 为李奶奶带来了诸多好处,她的精神状态非常好,总是显得活力满满, 与朋友们聊天时总是笑声不断,她的面色红润,气色上加,完全没有老年人常见的,唯拟不振或疲惫感。 她的黑眼圈和眼带也不明显,整个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而与之相反的是王爷爷。 他虽然也尽量保持每晚七小时的睡眠时间,但他的睡眠质量却不尽如人意, 他常常会在半夜醒来,而且一旦醒来,就很难再次入睡。 此外,他还经常做梦,导致早晨醒来时感到疲惫不堪。 这种不良的睡眠习惯,让王爷爷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些, 他的精神状态不佳,常常显得疲惫不堪,黑眼圈和眼带也格外明显。 通过这两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睡眠质量和失掌对老年人身体健康和精神状态的重要影响。 健康的老年人应该注重自己的睡眠习惯, 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并且努力提高睡眠质量。 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持年轻的心态和活力肆意的精神状态。 四,交流能力。 李博和赵博两人同龄,今年都刚好步入七十岁的高龄, 但他们的状态却有着天壤之别。 李博是镇上的活跃分子,无论是社区活动还是邻里聚会, 他总是那个最热情,最健谈的人,他的声音洪亮而有力。 每当他开口,总是能吸引众人的目光,他的观点清晰明了。 善于用简单直接的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 同时也能够耐心倾听他人的意见,对答如流。 李博的言谈举止,总是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 仿佛岁月并没有在他的身上留下太多的痕迹。 相比之下,赵博就显得有些沉默寡言了。 他原本也是一个开朗的人, 但自从六十岁那年患上老年痴呆症后, 他的语言能力就逐渐下降了。 他开始忘记一些常用的词汇, 表达也变得困难起来, 与人的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 他常常无法理解别人的意思, 也无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需求。 这使得赵博逐渐变得孤僻, 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少。 有一天,镇上举办了一场 庆祝老年人节日的活动。 李博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之一, 自然是忙得不亦乐乎, 他穿梭在人群中与大家谈笑风生, 不时地还为大家表演一段小节目。 而赵博也在家人的陪伴下参加了这次活动。 他坐在一个安静的角落里, 看着大家忙碌的身影和欢乐的笑脸, 眼中流露出羡慕和落寞。 就在这时, 一个年轻的志愿者注意到了赵博的孤独。 他走到赵博身边, 微笑着与他攀谈起来, 尽管赵博的回答有些吃力, 但志愿者仍然耐心地倾听,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与他交流, 渐渐地, 赵博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开始尝试与志愿者分享自己年轻时的故事和经历。 这一幕被李博看到了, 他感慨地对志愿者说, 看到赵博能够与人交流, 我真的很开心, 虽然他的身体不如以前了, 但如果我们能够多关心他, 多与他交流, 他一定会感到更加快乐和满足的。 年龄并不是衡量一个人, 是否年轻的唯一标准。 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良好的沟通能力, 善于倾听和表达自己的想法, 那么我们在精神上, 就会比同龄人更加年轻。 因此, 让我们珍惜与他人的交流机会, 用我们的语言和行动, 传递出更多的正能量和温暖。 五, 学习能力。 张大爷今年七十岁, 身材健硕, 精神绝硕, 对学习的热情, 丝毫不减当年, 在这个信息爆炸, 科技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 张大爷有着惊人的学习能力和适应能力, 成为了邻里坚的传奇人物。 张大爷的家中,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书籍和乐器, 这些都是他这些年来, 不断学习, 探索的见证, 虽然年事已高, 但张大爷的脑子反应依然敏捷, 理解能力超强, 他能够自己独立上网查找资料, 分辨出哪些信息是有价值的, 哪些又是无用的, 他还热衷于尝试各种新科技产品, 无论是智能手机, 还是平板电脑, 他都能轻松驾驭, 然而, 张大爷的学习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刚开始接触互联网时, 他遇到了很多困难, 面对陌生的界面和繁多的功能, 他感到无所失从, 但张大爷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他耐心地请教邻居的年轻人, 一遍遍地尝试摸索, 直到完全掌握他的学习能力, 让年轻人也感到惊讶, 纷纷称赞他, 老当一壮, 出了互联网, 张大爷还热衷于学习乐器, 他年轻时曾学过一些乐器, 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深入, 现在退休了, 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去追求自己的爱好, 他选择了钢琴和吉他这两种乐器, 每天坚持练习, 刚开始时, 他的手指不够灵活, 记忆力也不如年轻时, 但他没有灰心丧气, 而是坚持每天练习, 不断挑战自己, 经过不懈的努力, 他终于能够弹奏出美妙的旋律, 让家人和朋友们都为之赞叹, 与张大爷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他的邻居王伯, 王伯今年也六十有余, 但他对新事物的态度, 却与张大爷截然不同, 他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老了, 学不了新东西, 因此拒绝接受任何新事物, 他的记忆力逐渐退化, 与子女们的沟通也变得困难起来, 看到张大爷的变化, 王伯的子女们不禁感叹, 如果父亲能像张大爷那样, 保持学习能力, 他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精彩, 张大爷的故事告诉我们, 活到老,学到老, 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 只有保持对新事物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 我们才能在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立足, 张大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证明了老年人同样能够适应现代新观念, 甚至在某些方面, 比年轻人还要超前, 他的故事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爱好, 去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六,精神状态, 年轻的老年人往往非常自信, 生机勃发, 外表不符合十几年龄, 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 他们持有积极的态度, 有的稍微年轻一些的老年人, 生活比较困苦, 眼神黯淡无光, 精神违靡, 为生活而焦虑, 这样的精神状态会让人苍老很多岁, 年龄并非衡量一个人, 是否老去的标准, 真正的年轻, 更多地体现在个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风貌上, 吃得好, 运动棒, 睡得香, 沟通强, 能学习, 精神加, 这些都是年轻的表现, 无论年龄多大, 只要心不老, 生活更美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